根据CNR学院研究所最新11日早上的民调显示 州长库默的支持率下降至43% 低于上个月的51%的支持率 民意调查显示 州长库默的支持率下降至43% 有50%的人表示不支持 为自2011年以来最低的支持率 他的工作绩效评级也显著的下降 35%的民众认为他的工作表现为优秀或好 相比之下 64%的民众认为他的工作表现是普通或差 上个月认为他的工作表现为好的有43% 为普通或差的有56% 根据CNR学院研究所最新的民调 第一次有一半的纽约人认为州长库默表现平平或不好 这是他自2011年有史以来获得最低的支持率 和他作为州长的最低的职业表现 州长库默的资深顾问Rich Alciparati 驳斥这项民调 他表示民意调查并未反映出纽约市民的观点 我们这个月创造了在历史上富有成效的成果 终于见证了长期搁置的立法的通过 我们将继续的推动纽约向前发展 这份民调包含了778名纽约登记选民的意见 调查于2月4日至2月7号进行 误差值为4.3个百分点 在布朗市区的布朗市高速公路上 发生连环的车祸 至少有三辆车撞上的前两辆车 导致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这件连环车祸的交通事故 使西行车道 韦伯斯特大道和一条东行车道 关闭的数小时进行调查 使得其他车辆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上 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首先 一辆黄色的2012年的GNC轿车 在周一的早上1点17分左右 与2018年的Honda Civic车相撞 而一台2015年款的Marserati Benz车 随后与Honda Civic相撞 然后B&W撞上了Benz 警方对撞车事故调查后 发现2002年的Chevy Trailblazer车 在左车道停了下来 车辆中的驾驶离开座位 被东行车道上的一辆车撞到 这名男子在现场被当场宣布死亡 Civic车的驾驶被送往 圣巴纳巴斯医院 情况危急 另一名妇女也被送医 目前情况稳定 事故的原因锁定为驾车超速所导致的 纽约市议会与周一举行听证会 已确定导致出现12月所谓 阿斯托尼亚北极蓝光的原因 12月27日晚上9点15分左右 联合爱迪生电力广场 位于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尼亚的变电站突然发生爆炸 纽约的夜空泛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 不少人惊呼外星人来了 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表示 在第20大道和第32阶的变电站 因为有一对变电器发生故障 伴有变电箱爆炸引发火灾 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发言人 麦克尔·奎德尼表示 我们将分析院内的所有设备 我们的工人都在那里 他们将研究它检查它 并试图找出事故的原因 在今天的听证会上 民众将更能了解事故发生的经过 并且听取相关新立法的说明 这些新的立法案 将会探究纽约市是否可以使用再生能源 替换五个行政区的发电厂 当局表示一名年约70岁的富人 在星期一的早上 于曼哈顿被一辆试工车撞倒并且拖行 警方表示 今天早上这名70岁的受害人 在第二大道的人行穿越道上行走 从东35阶步行到东36阶 大约9点30分左右 被左转弯行驶的Q44MTA的公车撞到 这个公车点过女子的左脚 并且将她拖行大约30英尺 当局说受害者的骨盆骨折绞受伤 她被送往贝尔为游医院中心 情况严重但情况稳定 一母目击车祸的建筑工人表示 她试图穿越街道 而公车正在转弯 因而发生插撞 在现场可以听到从公车下船来的尖叫声 她被压在下面 释放经过后 公车司机留在现场 警方没有逮捕其他嫌疑人 警方表示一名住在布朗市的四岁女孩 周六至四楼的窗户摔下后 不幸死亡 在周六下午5点左右 在Modeheaven的东140节685号 一名名为海伦纳弗洛雷斯的女孩 从四楼的窗户掉了下来 跌落在大楼后面的一个停车场 消息人士称当时孩子的母亲正在小睡 当时有一个成年人在照料这个女孩 但据报导这个小女孩爬了出去 穿过窗户的顶部 弗洛雷斯被送往林肯医院 后不治身亡 目前还不清楚窗户是否有防护措施 若是有防护罩 其是否有覆盖窗户的上半的部分 根据规定 若是家中有幼儿 该公寓会需要装上窗户的防护措施 目前警方排除她杀的可能 纽约地区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冬季警报 预计暴风雨将会在星期二夹带风雪 并霜寒降雨 今天早些时候部分地区受到气候影响 在地面已积累一些积雪 受影响的地区主要位于 纽泽西的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 当局表示 周二更大的风暴将带来更广泛的冬季降水 这将导致滑岛和其他行径的危险 纽约市和沿岸地区的降雨将会发生变化 北部和西部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降雨和停电 冬季警报已经发布在纽约市的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地区